海星中学63周年校庆运动会 11月18号热闹举行了 而各班级的同学们创意打扮进场 充分展现海星学生们的热情活力 校长陈海鹏表示 海星中学在多项体育竞赛中都赢得好成绩 甚至还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而这次校庆运动会 希望能让更多学生也能展现体能 在体育场上发光发热 11月18号艳阳高照 海星中学全体师生在运动场上 挥洒汗水展现活力 这是海星中学庆祝63周年举办的校庆运动会 校长陈海鹏表示 海星的运动校队在各项竞赛当中都赢得好成绩 甚至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每年举办运动会是希望让更多学生也可以发挥体能 在运动场上尽力展现自我 我们这一年我们的孩子们在运动方面 也有很多很好的表现 在篮球队第一次可以进到全国的这个HBL甲组16强 然后排球队在现运里面拿到这个高男的冠军 卡巴迪全国冠军有非常多团队的项目的好的表现 然后空手道的选手跟跆拳道的选手代表国家 出国去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但是都是一个非常 孩子们非常努力的表现 那除了球队之外 我们希望其他的孩子也能够有 在体育方面也有亮点被看到 所以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所有的孩子可以参与 每年校庭运动会最可爱的就是各班级创意竞场 同学们发挥巧思 做了各种精彩的造型打扮 有的加入族群元素 有的是以班级特色为设计主题 还搭配不同的音乐 充分展现了年轻人的青春活力 接下来就是一整天的运动项目竞赛 每位选手在场上尽全力冲刺 为班级也为自己争取荣耀 记者如雨会 新陈香报道